六月二十六日 中国青年艺术家李欣欣 杨涵琪 牛小光 2018年洛杉矶艺术特展 在洛杉矶中华艺术工程 三名的这个艺术家 都是来自于中国 那么他们把他们自己的艺术作品 带过来美国 目的是为了传播传扬 我们中国传统的 优秀的一些文化 一些元素 那么我们非常高兴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能够把他们的作品 带过来美国 传播给我们不但是美国的华人 而且我们也将会把它 传播给我们西方的艺术爱好者 让我们西方的艺术爱好者 对我们中国文化 更增加一些 更深的认识 美中交流促进会主席 好莱坞电影学院外联部主任 中华艺术工馆长等 出席了艺术展开幕式 并向三位艺术家 颁发荣誉证书 李欣欣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剪纸艺术家 代表作品有 清明上河图和四大美女图的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接触剪纸了 因为在过年的时候 那个像老一辈人嘛都很喜欢那个剪窗花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是因为 科业压力 窗花后来就很少很少去做这个东西了 然后等到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科业压力已经比较小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应该找一些 自己喜欢的事情做 然后就有一次跟同学出行的时候 看到旁边有人在卖那个 也是很大年纪的老奶奶在卖剪纸 然后当时我就突然觉得 我对剪纸这件事情的热情还是在的 所以在后来这段时间 我就继续了继续去做我剪纸的这个 这个去做我喜欢的这件事 然后在后来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剪一些小动物啊 什么像十二生肖啊这种 在后来的时候 就慢慢的就去 刻画一些人物啊 就像四大美女图啊 就这一些 然后我接下来的话 我是打算 想就是根据真人嘛 就是希望我可以做到那种 就是见到一个人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人的 面部特点剪出来 杨涵琪 是位自由创作画家 擅长于画奔跑 或飞翔的鲜鹤 我呢是因为真的是从小 我对艺术就是对绘画 就是有爱好 然后小时候呢 我有学过中国画 然后也有学 后来又接触到西方的油画 所以就是我两种就是绘画 都有一点基础 后来就是在07年的时候 我开始就是外出写生创作 一开始只是说写生创作 然后在2009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尝试自己就是创作 将中西方的这种两种绘画的这种文化 怎么样结合起来 然后就是现在大家这次看到的 我带来的这些就是水墨流彩 然后再加上有画的这种表现方式的一些鹤啊 还有荷花呀这些 因为我的性格的话是一直向往那种自由 然后无真的这种生活状态 所以就是我会把鲜鹤放在我的流彩画当中 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个喧嚣的时代 人们都很向往这种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这种生活状态 所以说我的画透露出来的也都是一种清雅 然后比较流畅的这种效果 牛小光是中国节艺术工作者 国家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编织中国节主要是受母亲的影响 他也是一个中国的手工艺的爱好者 他比较擅长的一些设立很多方面了 比如说剪纸啊 十字绣啊 还有编织啊 他比较擅长 所以小时候可能就是耳门木染吧 受他的影响 对我们中国节的一些这个艺术很感兴趣 然后自己呢也尝试着编织的一些简单的中国节 后来呢上学啊升学啊 然后可能会间断过一小段吧 但陆陆续续的 然后就是又继续编织起来了 然后一直到现在 主要是想把中国节带到这边呢 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吧 然后比如说中国节的一些美好的寓意啊 还有中国节涉及到的跟中国相关的一些传统啊 特别是希望小朋友更多的了解一些 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些非常好的传统的手工艺呢 给推广出去 让大家更了解 甚至更有机会学习啊感兴趣啊 这是我达到希望达到的目的 三位艺术家怀揣着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热爱 飘扬过海 把自己的艺术品带到了美国 他们将中国艺术带到美国校园 并希望能够将中国传统的工艺 与国际作品相结合 嫁接中外文化交流的友谊之巧 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传承尽一份力 全球新闻洛杉矶报道